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也是所罗门的真言 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腾露的 江市隐秘乃神的荣耀 江市查清乃君王的荣耀 天之高 地之厚 君王之心也测不透 除去银子的渣子 就有银子出来 银匠能以作器皿 除去王面前的恶人 国位就靠公义兼力 这边说南国犹大王西西家 他吩咐宫廷里面的人去腾露 出其他所罗门王的真言 第二节将是隐秘乃神的荣耀 将是查清乃君王的荣耀 天之高 地之厚 君王之心也测不透 这边第二节说 一些隐秘的事情 一些奥秘的事情 只有上帝知道 但是把这样的事情查清楚 却能够彰显出君王的荣耀 很多事当然只有神知道 但是做一个领袖的 例如做君王 做带领者 他愿意存谦卑的心 在神的面前寻求神的旨意 神的智慧 他也可以将许多人所看不透的一些事情 能够明白神的心意 而将他做出公正的判决 或是带领百姓 更加来敬畏神 敬入神的旨意 因此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 因为奥秘的事 只有一和华之道 担当神愿意 把他的奥秘跟启示 显明给谦卑的 他所喜悦的义人 包含君王跟领袖 那在这个位分上的人 就应该要来担当起这样的责任 把上帝的心意 不论是透过读圣经 透过祷告 或透过圣灵的感动 应该要把神所 让他明白的神的奥秘 要来带领影响 更多神托付给他的人 因此第三节 天之高地之后 君王之心也测不透 这边没有要神化 也没有要神秘化 这些君王领袖 或是教会的牧师 我们真的要留意 在整个基督教信仰里面 你想要害谁 你就先去把他偶像化 你先把他神化 那你就真的不是爱他 而是害了他 因此这边其实要提的是说 一个愿意被神使用 跟重用的领袖 他先谦卑寻求神的旨意 那上帝会把他的智慧 跟他的旨意 向这个领袖显明 好让他可以带领更多的百姓 来遵行神的道 第四节 除去银子的渣宰 就有银子出来 银匠能以作器皿 第五节 那除去王面前的恶人 国位就靠公义建立 四五节是对上一起看的 如果能够把银子的渣宰 透过熬炼的过程 让这个渣宰跟银子分开 那被分别出来的银子 就能够交在银匠的手中 做贵重的器皿 也是一样在君王的面前 把义人跟恶人分开 把好人跟小人分开 就能够让这个君王 或是这个领袖所带领的团队 能够做出真正容神义人的事工 完成神的托付 因此任用显尋与能 寻找合神心意的人 一起来同工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不要只是找跟你个性 兴趣相投的人 因为他们不一定是神喜悦的人 不要在王面前望自尊大 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 宁可有人说 请你上来 强如在你觐见的王子面前 叫你退下 不要冒失出去与人争敬 免得至终被他羞辱 你就不知道怎样行了 你与林社征颂 要与他一人辩论 不可泄露人的密室 恐怕听见的人骂你 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 这边讲到我们人要谦卑 不要在王的面前望自尊大 不要在大人物的面前 就冒失的站立起来 那耶稣也常讲过 不要喜欢到这个宴会的地方 或是有人请你去吃饭 你就擅自就坐在高位上 这样会自取其辱 宁可让真的能够赏识你的人 或是珍惜你的人 亲自把你请到他的面前 我想这是提醒我们 不要望自尊大 特别我们在有影响力的面前 都想要急得被看见 急得想要出头 我想这是给我们很好的提醒 第八节 不要冒失出去与人争敬 指的是上法庭诉讼 免得至终被他羞辱 你就不知道怎样行 遇到纷争的时候 不要动不动就上法庭 动不动就跟他拼 因为你可能不知道 最后你是赢还是输 最后很可能你会自取其辱 那这跟第九节第十节 也是可以一起看的 你与邻居征送 要与他一人辩论 不可泄露人的密室 恐怕听见的人骂你 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 这边讲到说如果你真的是 非得要跟你的邻舍 要来诉讼 或是要来厘清一些事情的话 那你就单独与他一人私下来和解 或是单独与他一人私下来辩论 你在过程中你不要泄漏 泄漏原文是揭开 你不要把无辜的第三者牵扯进去 然后在当中出卖他的秘密 也就是说你遇到这些要澄清的事情 你不要把无关的人牵扯进来 然后透过出卖他们 然后来达到你辩解的这个目的 那你事后如果让这个无辜的被你出卖的人 知道你是一个这样子两面人 那你会得到的就是一生难以脱离的臭名 一句话说的合疑 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智慧人的劝诫 在顺从的人耳中 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 忠信的使者叫拆他的人心里舒畅 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 空花赠送礼物的好像无语的风云 这两句要一起看才比较能够明白 非常有名的第十一节 一句话说的合疑就如同十二节的智慧人的劝戒 也就是说一个有智慧的人要劝戒别人 想要说出一些对别人的生命有帮助有造就的话 那他说的话就要说的合疑 不仅内容要合疑 说话的方式跟态度也要多多的来考量 那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让你对别人的这些良言 能够好像一颗金苹果一样 这个放在银网子里面 银网子银子代表这个贵重的金属 网子的原文是图像或是形象 picture或是image 也就是说一个金苹果 要把它放在什么样的容器里面 才相得益彰呢 让这个苹果跟容器都看起来都很美 因此呢这个网子 这个图像形象 他的意思就是说 金苹果应该放在银子 这种贵重金属所做的高贵的容器 或是盘子里面 就如同一个接受智慧人劝戒的人 因为这个智慧人的劝戒 讲的话非常的合疑得体 很像金苹果一样 以至于听的人也虚心领受 虚心受教 他就受益良多 他就好像是一个顺从的人的耳朵 那金苹果就很像是金耳环一样 或是金金的装饰 要戴在这个顺从的人的耳朵上 也就是说说的人跟领受的人 都觉得这是一件美事 因此这是给我们说 说话的智慧 十三节中信的使者 叫猜他的人心里舒畅 就如在收割的时候 有冰雪的凉气 我们有时候希望能够去解决一件事情 或是完成一件事情 希望就不要所托非人 要找忠心的使者 免得他加油添醋 让事情不仅不能完成 而且还产生更多的纷争 他说忠心的使者 要叫拆派他去的人 最后心里可以舒畅 就如同在收割的时候 有冰雪的凉气 收割的时候 通常就是在比较炎热的天气 可是虽然天气炎热 但这件事情一定要有个了结 就如同农作物一定要收割 不然他就会烂掉 所以呢 虽然这件事情不好办 因为好像炎热的天气 但这个事情非得要解决 他非得要收割 那你就要派什么样 忠心的使者 信得过的中间人 去帮忙完成这样的 一个又大又难的事 但你就不要所托非人 这就很像在炎热的天气 需要去给这个作物 做一个了结收割 但是呢 找对人了 就如同在这么炎热天气里面 有冰雪的凉气 可以这个让事情变得很美 就是不炎热 可以顺利的完成 十四节空夸赠送礼物的 好像无语的风云 这么讲说夸口 信口开河说要帮助别人 要送别人礼物 却没有送的 就很像这个 这个空有风有云 结果最后却没有下雨 告诉我们要谨言慎行 不要随口答应 不要随口承诺 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 柔和的舌头 能折断骨头 你得了密码 只可吃够而已 恐怕你过饱 就呕吐出来 你的脚要少进林舍的家 恐怕他厌烦你 恨恶你 做假见证陷害林舍的 就是大锤 是力刀 是快剑 患难时 倚靠不忠诚的人 好像破坏的牙 错骨缝的脚 这节很有名 特别是柔和的舌头 能折断骨头 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劝导 或是 建言 要有耐心 要用于柔和 这样才能够真实的 打动人心 即便是君王 也可以打动他的心 即便面对的是 很刚硬的人 像骨头一样 那你这柔软的舌头 柔和的舌头 也可以折断 刚硬的骨头 十六节你得了蜜吗 只可吃够而已 恐怕你过饱就呕吐出来 你的脚要扫进灵舍的家 恐怕他厌烦你 恨恶你 这段话也很有意思 很像中国的古老的谚语 君子之交淡如水 小人之交甜如蜜 他告诉我们 不要过度的去邻居家 或朋友那边串门子 然后变成久之后 就是过头变成小人之交甜如蜜 自然就有一些是非 不好的事情 这个放肆的事情 从里面滋生出来 很多事情都是过犹不及 我想这是我们要去留意的 十八节 做假见证陷害灵舍的 就是大锤 是力刀 是快剑 做假见证的 陷害灵舍的 包含乱说别人坏话 这些都是残忍的 这个兵器 会害死人命的 不仅害死别人 也害死自己 十九节患难时 倚靠不忠诚的人 好像破坏的牙 这个挫骨缝的脚 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真的再一次 箴言提醒我们 要有智慧 不要并且乱投医 不要锁托非人 免得好像已经遇到患难了 结果呢 还用这个破裂的牙齿 来咬东西 还选用会滑倒的脚 来走路 就是说 反而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求神给我们每一个人 有这个明辨的眼睛 可以分辨哪些人是可信任的 哪些人是不可信任的 对伤心的人唱歌 就如冷天脱衣服 又如剪上倒醋 你的仇敌若饿了 就给他饭吃 若渴了 就给他水喝 因为你这样行 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耶和华也必赏赐你 北风生雨 缠绑人的舌头 也生怒容 对已经很伤心的人 你没有与他同哀哭 反而在他面前故意喜笑唱歌 就如同人家已经很冷了 你还脱人家衣服 人家已经很闲了 你还再继续到处 都是伤口上撒烟 做人要厚道 做人要有怜悯的心 不要干这种事情 21节22节你的仇敌若饿了 就给他饭吃 若渴了就给他水喝 新约这方面的教导 也很多 包含耶稣也这样教导过我们 22节因为你这样行 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耶和华也必赏赐你 22节在保罗 他在罗马书12章20节 也曾经讲过 跟弟兄要和解和好 因此21 22节都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跟别人有纷争的时候 我们要用饶恕能够带来双赢 帮炭火把炭火堆在你的仇人的头上 代表你会让他不自在 二方面也会融化他冰冷的心 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跟别人僵持不下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先跟别人和解 这会产生使人意想不到的结果 也会让对方他觉得不自在 也不好意思继续这样跟你硬下去了 他也会被融化 23节北风生雨 颤磅人的舌头也生怒融 北风吹来就会带来这个雨 因为这个以色列他们北部 有这个黑门山水气比较丰富 因此从北方来的风 通常就会带来丰沛的降雨 那同样的这些喜欢毁谤人的舌头 他也会产生怎么样 使人愤怒的事情 也就是说小心口舌 然后因为无风不起浪 不要用你嘴巴惹出一堆的风波 给爱乱讲话的人提醒 不要用我们的口舌 到处在教会在家里 这个制造事端惹是生非 宁可住在房顶的脚上 不在宽阔的房屋 与争吵的妇人同住 有好消息从远方来 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 一人在恶人面前退缩 好像汤魂之泉 弄灼之井 吃蜜过多是不好的 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 人不制服自己的心 好像毁坏的诚意 没有强缘 宁可住在顶楼屋顶的一个小角落 也不要在楼下宽阔的房屋里面 与真朝的太太同住 这不是要告诉我们 太太生气就随便她去生气 不要管她的情绪 我们躲在房顶上 不 她提醒我们要跟妻子和睦 想办法解决跟她之间的不愉快 25节有好消息从远方来 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 盼望会带来极大的力量 而当上帝回应我们的盼望 使我们的 把她对我们的应许实现的时候 那将是更大的力量 如同饥渴的人喝到凉水一样 愿我们的生命常常带给别人好消息 而不是使人愁苦 26节艺人在恶人面前退缩 好像躺魂之权弄灼之井 什么意思呢 当艺人没有办法在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上 他做光做盐 行公义好怜悯 艺人反而退缩了 临阵脱逃了 或是闭口不言 就会让灼流代替清流 就会让污水代替好的水 如同躺魂之权弄灼之井 代表说我们要 盐如果失去的味道就没有用 我们要做光做盐 27节吃蜜过多是不好的 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 这节真好 我们都喜欢怎么样 考究自己的荣耀 就是去调查自己的荣耀 好让自己心里面怎么样 吃很多的甜的蜜 然后就怎么样 这个飘飘然 他说这样是不好的 也是可厌的 28节不制服自己的心 好像毁坏的诚意 没有强缘 这个告诉我们说 人要能够自治 一个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心 自治的人 他其实好像是一个城池 没有这个城墙 来保护他不设防 他就会给魔鬼留地步 因此呢 这个25章里面 谈到很多跟自我节制 在言语行为欲望 各方面都需要 学习节制的功课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求祢给我们一个节制的心 让我们知道过犹不及 让我们生命里面 主啊以祢为满足为喜乐 让我们心里面 主啊不被各样的欲望所充满 而失去的节制 如同没有城墙防守的城池 任凭魔鬼在我们生命中出入 偷窃杀害毁坏我们的生命 求主保守我们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 这些年来跟我们一起推动 你也读得懂圣经的运动 在大家一起推广的努力之下 如今我们所制作的 每日言经事宜节目 在全球华人世界 每个月都有超过 100万人次以上的收看 我相信可以有更多的人 能够享受神的话语 独明白神的话语 我们特别制作这台 Talking Bible读经机 好像是一台会说话的圣经 里面收录了我们所有 每日言经事宜的影片 以及100首动听的天韵诗歌 非常合适你自己在家里使用 也非常合适送给你的基督徒朋友 以及魏信主的亲友 非常希望透过我们的 用心制作的节目 能够帮助更多人 享受神的话语 而且不害怕 读不懂神的话语 愿神的话 真的成为更多人 脚钱的灯 路上的光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福大家